大家好 如何安装Node.js 在Ubuntu上 历史上我们是用有其他两种方法 实际上现在也有 但是我们只是讲从以前来说 历史太短了 从以前来说 我们首先是有这个apt 现在当然也可以用旧的方法 新的方法 现在都可以用 一般来说是首度apt get install node.js 请注意这里没有一个点 这里不是有一个点的 这里没有一个点 那么node.js 它是有一个点的 node.js 表示它是JavaScript的 node.js是JavaScript的 在服务器端做开发时候 它的运行环境 一个非常 发展非常快的 最近非常流行的 因为它很流行 所以呢很多工具就出现在这个 环境中 这个社区中 这个大社区中 它已经是非常大的 非常多的这个package 很多的那个开源代码 都是为它写的 因此我们常常要用 node.js 在服务器端 那么它的安装方法 刚才讲的第一个方法 后来呢 因为在这个apt的这个软件中呢 软件库中呢 常常有的时候不是最新的 它需要维护整个操作系统 和发行版的 所以后来我们使用PPA 加入一个PPA之后呢 如何做PPA的话 我们就不太细数了 因为这只是历史 曾经我们使用 当然现在还可以使用的地方 加入PPA之后再用apt 再用apt去update 然后search install 比较新的node.js版本 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 我们应该用的 目前应该用的方法 是用nvm nvm是node version manager 它在github上 因此它是开源的 那么用这个呢 我们用nvm 来安装node.js 用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开源代码 因此大家都可以 来安装这个东西 nvm安装node.js的时候 它的首第一页 它的第一个 那个readme呢 它就讲了安装的方法 但是作为程序员的话 相信我们都是要用这一种 manual install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方法 就是讲nvm的 manual install 这是推荐的方法 给程序员推荐的方法 这种安装方法 我们目前所用的操作系统是 我们目前所用的操作系统是 Ubuntu Linux 是Linux的Ubuntu发行版16版 但是我相信这种安装方法 在各个系统上都是可以的 在安装之前 请注意 你需要确认自己已经装好了 这两个程序 已经有了这两个程序 我把它稍微大的字列出在这里 就是说首先用一条命令 install 我们续一行 第一个是buildessential 第二是labssr-dev 这两个package 确认你是在你的系统上有的 有这两个系统之后 这是对Ubuntu特定的 对其他系统我们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相信是类似的 确认这两个之后呢 就直接去做这个 NVM的手动安装 它非常简单的三步 第一步你先克隆这个repo 第二步呢 剪出checkout 那个最后的最新的版本 然后就把那个NVM激活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个安装就是几乎不用安装的安装 那么它同时也把这三步写到了一个代码里面 这是一个bash代码 我们略微减速一下这个代码在做什么 我们把这个代码抄在这里 已经抄好了 我们略微减速一下它做 这是一个bash的代码 bash 大致介绍一下我们的bash版本 这其实我们用的是bash4.3 那么在这个 其实其他的shell应该也可以 只要是shell 兼容到最基础的shell上面 我认为都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现在用的是bash4.3 首先呢 它给export一个环境变量 就是NVMDIR 在这个环境变量 它缺省的就是在这个home 在那个个人的主目录下面的 home下面的.nvm 然后这个环境变量设了之后 设成.nvm在这个home里面之后呢 它其实做的就非常简单了 它把这个nvm的gHub的那个repo给克隆下来 然后就进入这个home的.nvm 如果你不改那个.nvm 你也可以改 但是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去改 然后呢 进入这个目录之后 它再做了一个checkout 用jit做一个checkout 把最相关的版本把它弄下来 之后直接sauce了 你看到这是end的一个点 那个点就是说前面的三步做完之后 点就是sauce的意思 它就直接把那个nvm.sh 去把它那个激活了 这是一个bash命令 这是一个bash命令 如果要看的话 就是说它直接读取了这一个 直接读取了这一份文件 就是这样了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的话 进入.nvm 实际上在这里你可以做各种g 操作 那么你看这里有一个 nvm.sh 就是它了 就是它nvm.sh 这是一个shell的脚本 对脚本来说 我们对shell通常是说script 其实它都是code 都是代码 那么这是shell可以运行的一个脚本 把它sauce进去就可以了 具体的做法就是 直接用一个点 然后加上这个 这个脚本的位置 路径就可以了 如果以后要做upgrade 怎样upgrade呢非常简单 它也提供了一个shell命令 写在这里 也是类似的 把fetch去 用这做一下fetch 然后checkout 接着sauce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说用nvm nvm本身的安装 已经简化到最基础的程度 直接用bash就做好了 那么装好nvm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统一到 不同的node.js的版本上 用不同的在开发过程中 和在部署过程中 使用设定不同的版本 因为nvm的作用就是node的版本管理 你就可以用nvm去做安装 使用运行和各种控制 就是node.js的版本的操作了 OK 就是大致讲一下 如何安装nvm 如何安装node.js 以后全部从目前 目前我们全部统一到nvm上面 它可以让我们很方便的在开发的过程中 选择特定的node.js版本 在部署的时候 选择特定的node.js版本 很方便管理它的依赖关系 软件依赖关系 OK 谢谢 拜拜